新加坡网媒The Independent SG引述死者朋友说法 指控柔佛新山中央医院延迟失救的报道 引起我国卫生部强烈不满 抨击对方报道不实 除了会在近期内向新加坡政府抗议 还打算采取法律行动讨回公道 有关网媒今天撤下了报道 在以发行人名义张贴题为对不起的道歉文告 内容只有一段文字 写着针对这起事件引发的痛苦和忧伤 我们毫无保留地向相关人士道歉 我国卫生部长拿督斯里苏巴马连 昨天已经一一反驳救护车行动缓慢 和收钱裁救人的指控 而早前宣称等救护车等了半个小时的死者朋友 也以沟通失误为由收回这个说法 另外一方面 柔佛警方星期五下午三点 发现涉嫌撞后逃的30岁赵货司机 正开着涉案轿车在境内行驶 当局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逮捕他后 昨天批准对方保释外出 警方完成调查报告后 将交由副检察司决定下一步行动 转发 está了 什么东西